所谓大恩不言谢 古野大师并没有一直将恩情放在嘴上 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客套话 对此 秦义辰倒是没有隐瞒 炼丹大赛是扬名的好机会 若是他真只是个无名小子 估计他那便宜岳父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好 那等炼丹大赛后 我们再细谈 古野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去试验一番了 秦义辰自然理解他 也就没有挽留 随后古野大师便是匆匆离去 周天威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也离开了飞乐商会 飞乐商会 一个新的商会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 进入到王成中人的视线之内 并且在一天内 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商会 之所以还是一线商会 那是因为飞乐商会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自己的炼丹大师 不过这些不用秦义辰去操心 当日有古野大师 还有周天威露面后 飞乐商会 成了整个王国内 炼丹师最想要加盟的商会 这可是古野大师加盟的商会 只要表现好 那就有希望 进入古野大师的视线之内 若是被他看中 那无疑是等于一步登天 朱如烟果然是很有远见的 他招揽的炼丹师 除了有两位二级炼丹师 七位一级炼丹师以外 还有十几个炼丹学徒 这并不是说 飞乐商会就招揽不到 一级的炼丹师 而是他选择了 为长远发展考虑 首先 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丹药的 所以 他将二级炼丹师定在了两位 因为高级丹药 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 况且 其他商会和四大家族出售的 肯定要比他们炼制的 要好得多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要些更优秀 有天赋的学徒 秦逸臣所炼制的高级丹药 在当天就被一抢而空了 燎原丹 竟然被炒到了三千银币一枚 气血丹也不弱 两样丹药 就给商会带来了近两万银币的收入 在这个枯霜草廉价的时代 这已经可以算得上 是纯利润近两万了 因为成本 才几十个银币 当然 其他人并不知道这点 好的丹药 所用的药材肯定也是天价 加上还有失败的可能性 若是失败好几次 那甚至还会亏本 不过 这依旧让飞乐商会 进入到了四大家族的眼线内 周天威一回去 就被周家家主周永思叫去了 不只是外人一头雾水啊 哪怕周永思这位周家家主也一样 根本也毫不知情 天威啊 飞乐商会是怎么回事 周天威才是进来 周永思就直接追问道 那几种新药一出来 作为周家家主的他 怎么可能不知道其价值 他不明白 竟然周天威知道有这东西 为何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特别是 飞乐商会是给周天威利润 而不是给周家 这更是有点耐人寻味了 家主 飞乐商会最好是不要打主意了 周天威更直接劝道 越是了解秦一辰 他就越是觉得他深不可测 若是周家想要吞掉他的话 那倒霉的肯定是周家 不过周永思面色却是一尘 变得有些不好看了 他还以为是周天威 不允许周家 染指他周天威的私人收入 天威啊 家主你可知道 哪怕是我老师 也只拿了一成的利润 周天威轻叹一声 迫不得已的说出了一些内幕 什么 你说什么 周永思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脸愕然地看着他 天威严禁于此 家主如何抉择 最好三思而行 说吧 周天威便是转身 走出大厅 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留下周永思 一人站在原地沉默 也许 就如秦一辰所说 周家 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安全 和周家相比 其他三大家族 虽然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 却也有意无意地 开始排挤 排斥周家了 毕竟 周家与菲勒商会有关联 若是发展起来后 若干年后 绝对是周家一家独大 其他三大家族 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这种事情发生的 时光飞逝 很快就迎来了 天临王国的一大盛事 一年一度的 脸丹师大会 在这几天内 王城内的人流量 也是以一个急速的趋势 在增长着 显然 炼丹师大会的举办 吸引的不仅仅是炼丹师 更多的是来自各地 看热闹的人 能目睹一场盛事 日后也有个吹嘘的本贱 在这天 第一抹阳光 撕破了天际的束缚 照射在天临王国 最为巨大的城市中时 安静的街道上 便是开始出现 三三两两 身着炼丹师长袍的人影 这些身份高贵的炼丹大师 平日里每一个都颇为难见 更是在他们身上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人们心中 对待他们 都是有着一颗 深深的敬畏之心 而今日 这些地位高贵的炼丹师 街道上 却是随处可见 虽然他们行走的路线 有所不同 不过 他们的目的地 却都是那处理在 王城中最高的建筑 炼丹师工会 这倒不是说炼丹师工会 凌驾在王权之上 而是一个国家 可以没有王族 但是却不能没有炼丹师 炼丹师工会建筑比王宫还高 从侧面就说明了炼丹师的重要性 秦义晨依旧如同往常一样 早早起来 就在自己的小院子内 练习着无名功法 一直到太阳升起才结束 他看着天际 徐徐升起的红日 眼眸内一片坚定 他受够了被欺压的日子 他更不想让自己的亲人 在别人面前 低声下气地活着 若是做什么事 都要看人家脸色 让家人受欺受辱 那他重生一回 又还有什么意义 进屋 洗涮了一半 换上了一身 得体的炼丹师长袍 然后将徽章挂在胸口 说起来 他的徽章还是最普通的 连个纹路都没有 他也忘记要考核一下 换取更高级的徽章 秦义晨并不在意 随后 他一脸神情气爽地 从房间内走出来 走进大厅内 里面 书如烟 书欣两姐妹 早就在那坐着等候他了 虽然书如烟 依旧还是非乐商会的会长 但是 非乐商会的核心 早已变成是秦义晨了 这点 书如烟也很清楚 只要没有秦义晨 这看似已经是 前途无量的非乐商会 在一招之间 就会彻底地土崩瓦解 起来了 见到秦义晨出来 书如烟放下了手中的茶盏 秦义晨点了点头 看着他那张绝美的脸庞 调侃道 哎呀 我们的会长大人 今天不去守着你的药铺 还真是稀奇啊 书如烟这些天 可天天都待在药铺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本来秦义晨也没说什么 就是随便地调侃了一句 确实让书如烟脸上的笑容 变得有些不自然了 甚至 不敢去和他直视 俏脸上 两朵浅浅的红云 加上那躲闪的目光 显得可爱之极 姐姐说今天不去我铺了 还没带他回答 书欣便是在一旁嚷嚷着 然后歪着脑袋 一脸古灵精怪 那个 我能不能和您一起去啊 没门 秦义晨没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头 不行就不行 干嘛敲我头 不知道这样会变笨的吗 书欣朝着他狠狠地挥了挥拳头 现在 飞乐商会里面 估计也就他敢和秦义晨打打闹闹了 被他们两个这么一打闹 书如烟收拾了一下心情 俏脸上 却是闪过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失落 男人爱美女 那是天性 女人爱英雄 那也是天性 时间快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 秦义晨躲开了书欣一记撩影腿 走向门边 朝着书如烟挥了挥手 出门后 他却轻叹一声 吕灵汉的事情都还没有解决 这个时候 他可不想再惹秦寨